全油管最快新闻,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,据报道,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决定,山西省委书记蓝佛安被撤职,不再担任常委和委员职务,并有新人选公任用。 蓝佛安在担任山西省委书记期间,曾致力于推动该省的发展和改革,然而,撤职的原因目前尚未明确。 此次人事调整将对山西省的政治和经济走向产生一定影响。 对于蓝佛安将由谁接任的消息,外界普遍关注。 新一任山西省委书记的背景和能力成为了热议的话题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